第一军情作者 火火 据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9月10日援引德国图片报报道 德国国防部正考虑在叙利亚发生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下 参与美国 英国和法国对该国的打击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此前警告 旭境内正在酝酿化武挑衅 这将成为美 英 法打击去国家设施的借口 三国此前曾经对旭政府设施实施了打击 并称这是对化武袭击的回应 目前为止 这个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的权威证实 但依然不是什么好现象 毕竟 无风不起浪 此前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明确表示 支持俄罗斯军队和叙利亚政府军 在叙利亚的行动 默克尔在谈及伊德利布省军事行动时指出 战胜极端组织是非常必要的 但同时 也要保护平民 因为平民可能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 这也就是我们必须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原因 结果事情还没有过去多久 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只能说 美国可能在暗中增加了对德国的压力 以至于德国不得不妥协 作为西方大国 同时也是欧洲的两架马车之一 德国的态度非常重要 客观而言 英法德之中和俄罗斯走得最近的 就是德国 二战失败以后 德国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于1991年实现了重新统一 因此 德国非常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 一心一意的发展经济 在对外事务 尤其涉及战争的问题上非常谨慎 同时 德国在叙利亚的利益存在 并不是很明显 因此 德国态度转变 最大可能就是为了和美英法保持一致 毕竟 这次对手是俄罗斯 美国一定会拉上一群小伙伴 日前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 一于开始在旭东部 开展打击恐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演习 这里 离大马士格和戴尔祖尔 都是400公里左右 可谓同时威慑两个战略要地 另据可靠消息 美国已经开始增兵叙利亚 面对伊德利布的局势 美国如果带领同盟国发起反扑 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作为世界霸主 美国是不会甘心面对失败的 更过分的是 美国可能还会对伊朗发起进攻 彻底挑起中东战火 届时 周边谁也别想安宁 而且 战争规模即可能会失控 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还是利益 当西方与俄罗斯发生冲突时 无论德国愿意与否 都将被卷入这个洪流 这或许增加不了太多西方的力量 毕竟德国不是出于自愿 但一定会削弱俄罗斯方面的政治力量 导致叙利亚格局发生变化 不过 俄罗斯目前 对伊德利布是志在必得 不仅占据了军事上的优势 更占据着道义上的制高点 因此 西方想阻拦基本没啥机会 只能从其他地方发起进攻 分散俄续注意力 尽管美俄相对克制 但都是强硬的主 不会轻易妥协 大战也随时可能爆发 客观而言 俄罗斯还需要加快军事节奏 因为政治上的变化 不利者居多 即便不拿下一德利布 西方也随时可能对叙利亚动手 因此 速战速局方位上策 德国的态度变化 再次证明叙利亚局势非常复杂 至少当下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究竟路斯水手还不好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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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